I want a whole world to celebrate 然后在镜头前面喊 第三名 我是第三名 我是第三名 耶 然后 然后 然后颁奖的时候 那个冠军是这样 表情是这样 然后第二名的表情是这样 就是他第三名 然后在那里泪流满面 感动啊 第三名啊牛逼啊 我想说 那个冠军心里面可能有一万笔草 你马在那里奔过去想说 这哥们是谁派来的 专门在这里抢个戏吗 我第一名都还没有表情 你还在那里把戏都抢完了 你一个人 完了以后 哇回国 举国欢腾啊庆祝啊 这么大的疫情的时候 那么多人围着他 我给大家放那个叫什么 然后他说 我没有跳我的冠军舞蹈 我设计了冠军舞蹈的 这是没跳成 在巴比特已经跳给大家看 大家注意了 我一定会跳个冠军舞蹈给大家看的 然后呢 他还在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的这个奖牌 我的这个铜牌 我一定要献给彪马 我一定要献给阿迪达斯 然后想说 为什么 然后那个他就说 以前彪马跟我说 你呀 这个水平不行 不能够当我们彪马的代言人 你 然后阿迪达斯也跟他说 你呀这个水平不行 不能当我们的代言人 然后呢 火力转身 完全大反击 奥运会第三名好不好 铜牌好不好 他就说 我还有什么需要真实的吗 我世锦赛冠军 世锦赛 还得过银牌 得过世锦赛的金牌 得过世锦赛的银牌 然后呢 还得了奥运会的铜牌 还需要上你们证实吗 所以 没有阿迪达斯 没有彪马的鼓励和刺激 我是得不了这个奖牌的 我也取得不好这么好的 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成就 所以 我要把奖牌献给彪马 献给阿迪达斯 他说 如果你们现在想再来 我找我代言的话 来不及了 你们晚了 牛逼我 牛逼我 还这么屌的 运动员有没有 就是把那种运动员的那种快乐 表现得淋漓尽 就会觉得哇 好幸福 所以说 你这种人普代人怎么长寿呢 对不对 得了第三名 高兴的你都不搞 我估计全世界记者都懵逼了 这哥们 是不是奖牌拿错了 他才是冠军吧 反正那个铜牌跟金牌 长得也挺像的 都那个色 然后呢 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普代人 就是一个 为什么 就是小国寡名的这种快乐 你想一想 全世界这么几十亿人 普代人人口 只有一千万 然后在体育上面 取出很多的成就 他们觉得特别开心 得了个铜牌 就觉得跟那个叫什么 比那个得金牌那样 嗨品 然后 然后那么长寿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知足者长乐 而且也有那种运动家的精神 你看他就是当时 输给那个韩国运动员的时候 然后很有礼貌 然后握手 然后还拍人家背 然后祝贺他 就是然后就叫说你要加油 你要赢 你赢了我 你赢了我 他走上去的 所以你要是第一名才行 不过那个韩国人最后没赢了 好像就那个是俄罗斯赢了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 人家第三名的人才是最开心的 你一看就觉得他第三名是最开心的 全然都不行 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 也很兴奋 我觉得嗯 好不错 因为我也做运动员嘛 然后以前我们出去比赛 经常我们的队比较刺了 经常也得不到第一名 但是我感觉我们付出的努力啊 流的汗水啊 然后队里面的这种 和其他女孩怎么打篮球的 我们整个队里面的团结啊 然后一起掉的眼泪啊 然后一起互相刺激的这种心情 从来没有比人家小过 说到运动员 我给大家讲一个好笑的事情 以前我在学校里面 我们打篮球嘛 然后我们约了隔壁那个大学的人打篮球 北化工吧 我们约了北化工的人打篮球 然后我们校队比赛 然后我们就打赌啊 当时就说 谁要是输了的话 谁就那个女生全队剃光头 然后我们就去比 然后性高财烈的 性高财烈的输一个人家比赛 然后我是队长当时 然后赢了有时候我们就输了 很光荣的就输了回来了 然后第二天星恋的时候 我就跑去球场上面 然后我剃了光头啊 真的剃光头啊 然后去看我们全队 没有其他一个人 还卖我 大家都在骂我 你看这个250 我说你们怎么这样 他们说哎 这段时间不要见他们不就行了 二都不得了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运动员的经历啊 如果真的是有做过运动员 或者在球队里面 那种感受真的不然很兴奋 而且真的很为普特拉的运动员感到高兴 说的是 我们在巴黎见 你一定要夺冠 然后我看你的冠军舞蹈到底是怎么样子 因为他比较有名啊 在柔道圈他每次都跳舞 然后很开心很兴奋的 给大家都不光是带来体育竞技的表演 而且还带来那种快乐 和那种发自内心的努力得到回报的 尽管是第三名啊 他的努力得到回报出来那种满足感 让我们观看他的人觉得很满足 所以 葡萄牙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国吧 然后寡民吧 但是呢 六十几亿人 还是有第一名吗 没有第一名 我们得的金牌好像以前得过一个三级跳男子的金牌吧 然后反正 至少我们足球得过欧锦斯的冠军吧 对吧 所以 Again I want the whole world to celebrate Bye bye everybody